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表彰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 其中四川潘之花技师学院汉阶专业的教师周树春榜上有名 被授予了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 跟很多资深的教师比起来 周树春走上讲台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在他培养过的学生当中 有17个全国技术能手 一个全国武艺劳动奖章获得者 一个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还有三名世界技能大赛汉阶项目的冠军和一名亚军 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 周树春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汉阶工作 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汉枪拿起教编的呢 而且周树春的学生 全部都是来自山区贫困家庭的孩子 他这个半路出家的教书先生 又有哪些锦囊妙计 让这些孩子有了愉悦龙门的成绩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 周树春之所以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靠的就是他以身作则的教学方式 这是他多年教书育人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周树春是潘志华技师学院 汉阶专业的一名教师 在他的学生中 很多人来技校学习之前 甚至连火车都没有坐过 但是周树春将给他们带来一个 走出大山的机会 由这个工中有哭 有哭有泪有涨 有很多家长他都不愿意 让自己的小孩来学这个 这些孩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盘西地区 这些山区 家庭状况都不是得很好 一来学一门手 一学一门吉论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来说 人生都是一个专制 都是一个改变 汉阶是一项应用广泛的工程技术 无论是机场 码头等建筑物 还是船舶 锅炉等机械设备 都离不开汉阶 目前中国年产粗钢量在10亿吨左右 其中一半都要经过焊接 才能使用 随着焊接机器人的出现 自动化焊接已经被广泛应用 但是在施工现场的很多组装焊接 始终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而且有些现场的焊接 还往往会受到温度 湿度 地理条件 空间大小等多种因素影响 导致焊接设备不能使用 只能依靠人工来完成 我们干的钢结构 绝大多数它都是属于肥镖钢结构 它不是得说是尺寸不变的 肥镖性的话 你来进行全制动 或者你来进行 焊接机器人的一个焊接的话 这个其实是完成不了的 因为你每一条焊接 都必须要进行编程 因为它不是标准件 等到你编程编完了之后 我人工可能喊了几条焊接 因为人的话它比较灵活 它哪个地方都可以去 你看焊接机器人那些 你能上高空吗 因为尤其还有高空焊接 等到你把那个焊接机器人 拉到高空的时候 那个人工早就已经喊完了 今天给同学们讲一讲 收工电波汉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技巧和方法 月薄的板子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焊条的这个资金 它就要消一些 这是2019年入学的焊接专业学生 对焊接基本还一无所知 但是周树春总能在他们当中发现好苗子 虽然嘴上不说 却是打心眼里喜欢 能够学得出来的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不多眼不多余 它闷到头就在那赶 有可能人家在玩手机的时候 在休息的时候 他没有休息 然后他继续还在刻骨骨里地在练 二十多年前 周树春作为一名轮换工 接替父亲走进了中国十九野市 学技术还只能靠师父带徒弟的口传心寿 他经常感慨 如今的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 不仅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 而且社会也越来越重视技术工人 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尊重和礼遇 在施工一线工作的十多年里 周树春熟读了几十本专业书籍 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几十万字 还先后掌握了十二种 国际前沿焊接技术 提炼总结出十三种焊接操作方法 很快就成长为技术骨干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华技能大奖 都是对他工作的认可 2007年 中国十九也承接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 矿江输送管道的铺设工程 矿江输送管道 顾名思义 就是把矿产品制成浆厚 用来输送这些浆液的管道 所以要把管道拼接起来 焊接就成了重中之重 周树春和另外十六名焊接工人 接到任务之后 就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没想到刚一到工地 当地人就给他递过来一把大弯刀 说要是没有这把刀 甭管是谁 在这都寸步难行 那么周树春在这里 是怎么披荆斩棘 为这次汉界任务开路护航的呢 在他自己的人生之路上 又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 树长得也非常快 而且非常茅盛这些 雨水也比较多 必须要先开辟桌泥袋 我们有一次就是为了 做这个山这个地方过去 过去了之后 然后我们开辟桌泥袋的时候 我们都开了一股月 当时国内的长距离输送管道工程 都是以天然气管道为主 而对于矿江管道的焊接 普遍缺少经验 当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去的时候 它是全球最大扣进的 一个矿江管道 它是630毫米的 它那个应该说还跟 那个天然气的输送管道 还不太一样 它那个输送间质不一样 一个是起涕 矿江管道是属于野涕 我们这个矿江管道 在寒几过程当中的时候 它就要要求 内部的雨高要求非常高 雨高就是多余的雨 内部的雨高要求 你就不能让它超过2个厚米 矿江它在里面 在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要是说是你雨高 比较高了之后 它就相当于就是让你有阻力 有阻力了之后 它就会产生沉点 铺设管道的沿线地区 地形复杂 高温多余 对焊接的影响非常大 周树春结合现场的地质条件 和气候条件 通过上百次的实验 精确计算出焊接的电流电压 焊接速度 和焊丝伸出长度等参数 成功研发出了一种焊接新工艺 填补了国内这一类 工程焊接技术的空白 2009年6月 周树春和他的团队 负责焊接的 60多千米的矿江管道 正式贯通 全线6000多道焊口 质量合格率达到98% 中国焊工创造了一项奇迹 周树春也用自己的焊枪 在中国和巴布亚新 几内亚人民之间 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 其实我们到儿去了之后 当地的人也比较聪明 跟到我们一起学四川话 然后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就跟他说四川话 他一样的 他也听得懂 你让他拉个浪头来 他绝对不会给你拉个班出来 然后最后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个班上来 把我手拉到去 不要我走嘛 一直当年在哭 2010年 中国十九野集团有限公司 决定把周树春 从生产一线调到 潘芝花技师学院 专门培养高技能的汉阶人才 同样是在这一年 中国加入了世界技能组织 并准备参加 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 而周树春则被组委会 委认为汉阶项目集训教练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 参赛选手的年龄 要在22岁以下 所以选拔工作 基本都是在 全国范围内的绩效中展开的 当时留给周树春的备战时间 只有七个月了 他还能来得及吗 像是什么汉阁 这些汉阁都是他的传统项目 他曾经他在汉阶这个项目上 他参联过五年过 说说他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要想说是 你在福克巴雅 你要想跑击去 确实压力还是非常大 也不得不承认人家 确实水平还是很高 所以说我们其实去参加比赛 领导当时应该说 也是没有定太高的一个目标 这下来我们向人家 多学习学习吧 这次周树春却没有把领导的话听进去 选手们训练用到的汉阶原料 一套就要四千多块钱 每个选手平均三天汉完一套 一个月下来 十个选手用掉的原料费用就要四十多万 国家花了这么大的人力无力 支持选手参加比赛 周树春又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用气喊完了之后 他就是一坨匪铁了 他就不能进行耳次利用 还包括六斤跟不许钢也是一样的 培训的时候然后千千后后 这么一口选手 应该说要三百万吧 说说这个费用应该说还是非常吓人的 非常高 然后你不能说是你不出成绩 说说这个压力也很大 当时周树春是教练组组长 他和其他教练一起顶住压力 根据比赛规则摸索出的73套公益参数 制定了22个备选方案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汉工 在世界舞台上有一个漂亮的亮相 平分的标准的话 它的平分点非常多 首先一个它就是单面双面成型 你在正面含 有你背面你看不到 你就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 然后来进行含尽 寒风最宽的地方和最窄的地方 不能超过两个厚米 然后高度的话它也是一样的 你就是哪怕超了0.01厚米 你这个缝你就拿不到 压力测试的话 开始的时候它是往容器里面管水 加压了之后 然后那个斑面 它面积非常大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跟它打鼓起来 最大的压力70公斤 含尽肯定是不能让它拢励 最终中国队在汉街项目中摘得了一枚银牌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征战世界技能大赛时 获得的最好成绩 我们认为这个成绩抱着期待 但是它确实给我们了一个惊喜 你不要看 实在就是一个选手获奖 其实它背后代表的 一大批参与培训的人都在成长 这些孩子的脸上稚气未脱 但是玩起衣袖露出的却全是沧桑 没有那一个喊工它不被躺的 喊洋喊嘛 铁渣呀不是铁碎呀 肥茧吊得去这个衣服的肘子上之后 然后马上就要喊完了 九字差一垫 你这个时候就是躺得那个衣服抹盐 然后都能够闻到这个肉的味道了 你还必须得给它坚持下去 你手都不能抖一下 因为你喊鸡的话 它是需要毫妙凝固成型的嘛 你要是说是稍微都这么一下 有可能它就产生缺陷 说说它对这个手上的那个温度 和你手上的灵活度 要求非常高 为了锻炼学生在焊接时的平稳性和灵活性 周树春想了很多方法 普通灯泡玻璃的熔点在600摄氏度左右 普通铁丝的熔点在1500摄氏度左右 而已缺焊腔的火焰温度在3000摄氏度以上 如何保证焊腔火焰在割断铁丝的同时 又不会伤及灯泡 这对操作者的精确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这个灯泡那个贴线呢 基本上是没有缝隙 津贴在灯泡的标面里 切断的话呢 你手必须要问 而且要准 就是要动作要快 2015年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又要开始了 就在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打算冲击金牌的时候 却传来一个噩耗 周树春被确诊为甲状腺恶性中流 就只剩下差不多一个半月 不到两个月时间了 感觉到去太不负这口气了 因为当时1411届的时候 然后我们首次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 没想到我们还拿了一块银盘 然后1412届的时候 其实我们别的一股脚 其实我们也想去 在1412届的时候 有所突破能够从此一块金牌上 然后没想到的时候 在忘成于最后那一天的时候 然后被人家盘作未归 应该说是本该属于我们中规的金牌 然后被收到了不公平的一个平盘 然后捅死了金牌 所以当时在43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 让我们发誓一定要把上一届 属于中规的金牌一定要堕回来 做了手术之后 就是刚出院 然后在家休息了一天 然后后面就 因为我们在训练嘛 然后他也不放心 然后每天 然后也是到我们 就是集训的地方 然后去守着我们 然后他就是 刚做了手术 然后也不能说话 因为我们在一起 时间比较长嘛 然后就是 看到眼神 看到心情 然后就能感觉出来 2015年8月 经过四天紧张的比拼 中国队终于在巴西圣保罗 取得了世界技能大赛 焊接项目的金牌 这也是中国人 在这项赛事上收获的 第一枚金牌 在43届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想证明 想全世界证明 我们还是有这个水平能 拿了一颗金牌 他训练的选手 都是小孩子 从十六七岁跟着他 这个学校里面 这些孩子 基本上是初中毕业 就到这儿来学习 正是这个人生观 事件观 成长的这个关键阶段 所以在生活上呢 他会像父亲一样 去关心关爱这些孩子 特别是每个孩子 如果说每个学生 如果有一些 身体上的不适啊 或家里什么事情啊 他真的是 还是考虑很细 非常细 从2015年开始 中国已经在世界技能大赛的 汉金项目中 蝉联三届冠军 而这三位金牌得主 都是由周树春 一手带出来的 2021年 中国上海将举办第四十六届 世界技能大赛 在这些被汉花照亮点旁的孩子中 或许就会走出下一个 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世界最高顶奖台上的人 金牌的意义就在于证明 中国制造是有高端技术人才的 也是有能力制造高端产品的 正是因为有着像周树春这样的 大批技工教师们 他们坚守在职业教育领域 弘扬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 营造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进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无数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才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 中国制造也将因此不断发展 迈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